劉曉波的妻子劉霞自劉曉波遺體破壞海葬之後 外界至今不知劉霞身在何處 早前有消息稱 劉霞被公安強制帶到雲南旅遊 但劉霞和隨興的弟弟至今未對外發出信息 7月23日 總部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發消息稱 劉霞和弟弟劉輝仍未返回北京 家屬也確認劉霞沒有在海淀區的家中 劉霞去瀋陽陪護劉曉波前一直住北京家中 劉輝也沒與妻子及兒子見面 仍在陪同劉霞 不過 該名親屬表示 劉霞有通過所謂的身邊人向親屬報平安 信息中心還稱 劉霞家屬對8月1日前 劉霞可返回北京 不敢樂觀 劉霞關注組成員 北京圍圈人士胡佳 7月24日對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說 很遺憾的就是說 我們所有有劉霞聯繫方式的人 嘗試聯繫的都沒有能夠成功 所以 關於這個身邊人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真的劉霞透過什麼管道告訴我 還有一種情況 就比如說劉霞他如果真的有雲南 因為劉霞的雲南確實有朋友 或者這個情況 劉曉波關注組 就我們那邊是真的沒有留下的 就確切位置的 另外 7月19日晚上 劉曉波頭7日 廣東四川等地的10多名維權人士 律師和作家在廣東新會海邊敗季劉曉波 其後多人遭到公安抓捕 其中 魏曉冰和何林22日凌晨被警察帶走 稍後黎學文 卓玉珍 西岩 劉廣曉及李淑嘉等人 也被失蹤及遭到抓捕 北京一位退休教師對本臺記者說 我們的中產力量沒有壯大 民族的那種整體的力量沒有起來 原來趙紫陽就說嘛 要說黨內有兩個黨派 你不好了 你下了嘛 另外一個上臺嘛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是他把國家影像這麼 很糟糕的局面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